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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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对于交通部这个专题 真的很值得去做 也是的, 做我们交通的 其实也挺值得去写 譬如崔科仔的程序 隐形战车出境的情况 甚至如何用布袋战术 去做一些非法賽車 如果你写得好看的话 我相信很多讀者都会喜欢看 是, 顺便可以让他们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我想我也要跟编辑说声 希望可以快点跟你做到专访 到时就真的可以正式访问你 我也要得到上级的同意 你放心吧, 到时我不会让你难做的 不过可能到时要麻烦你 回到交通部跟你老闆说声 希望可以快点得到同意 是什么意思 谈了这么久 忘了给你卡片, 这个是我的卡片 不过你别读错我的名字 我的华字旁边有个伙伙 是叫陆叶, 不是陆华 陆叶, 你的名字挺容易記 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 给你一个访问我呢? 保持联络 怎么回来这么久不问我? 你记不记得? 你小时候有空 就要我陪你打篮球了 什么都在?我带你过去 不用了, 我自己过就行了 谢谢伯父 好的 妈咪 是谁来的? 是呀, 大哥伯父带我上来的 做什么?上来陪妈咪吃午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 吃什么?我去买吧 不用了, 我吃了, 妈咪 我想问你借钱 借钱? 前天我就给你零用钱了 做什么?这么快就花了? 不要这么大花嘛 五百元够不够? 我想问你借五万 五万?你有这么多钱做什么? 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 我打算入股Alphys的酒吧做股东 他刚才又打来催我 他唯有今天再不打覆他 他就不侵我玩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不贊成 但是五万元不是拿去玩的 既然他这么说 你就索性推掉他 妈咪, 这是做老板的好机会 只要付少少钱入股 Alphys就会给我做这酒吧的酒店 整个酒店都会由我管 不仅每个月有量出量 如果一家酒店赚到钱, 我还有钱分 Alphys这么看得起我 这么着色, 去哪儿找呢? 就是这么大个甲籃舞 脏街跳, 儿子 你调走那些就懂得半桶水 Alphys这么好, 请你做个酒店 便宜莫贪 他是跟我朋友, 信得过我 不要像你这样, 常常都看死我 好, 好, 我就当Alphys信得过 你又做得来 但是我始终不贊成你做酒店 酒吧那些夜场品流复杂 古惑者有多个好人 你留在这些地方工作 我不信你不学坏 你不学坏, 我就跟你没玩牌 根本还当我是小孩? 我跟你说 要是你就回英国读了那一年书 如果你想留在这里 就拜托你正正经经找一份工作 我不会让你做酒店 酒店有什么不好? 你别那么文释 你知不知道外国有多少酒店 我做酒店最早都出名 不知找你钱回来 你说我萌室 好, 你这么聪明 你就自己去做 你别问我借钱 你以为我真的很想问你借的? 我没办法才找你 总之我在你眼中做什么都错 在外国回来你又敢 想考警察你又不准 这个我打算和朋友搞酒店 做酒店而已, 你就反对 如果爸爸在这里 他一定不会这么对我 你这么说 就是你爸爸什么都对 我这个做妈妈的什么都错, 是不是? 我生错了你这个臭小孩 Dave, 你怎么会这么说话 关你什么事? 你这个臭小孩没用了 Dave, 他是你妈 怎么可以这么说话激他 你是谁?关你什么事? 放心 我真的没用 几万元都拿不出来 找不到你的伙伴 做兄弟的, 不准说什么 不过有一件事我真的很吵 哪有那些妈妈 这么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她是兄弟 你拍照的 别提他 根本没当我是儿子 你再为你 我这一生都不会被他看死 不是啊 不是啊 说实话, 你欠几脾东西 对吧 你问财仔借也行 不用问他 财仔? 我都没收了, 行吗 是呀 有什么年代 借钱 身份证都行 那样 明天睡醒了 我和你一切财仔在这里搞定他 好 以后我们两兄弟拍照 别想 来吧 我…我也不碰 电台邀请2025 尖沙咀天文台道有单TAPI 一架私家车撞在登柱 麻烦马上去跟着 二十五分钟, 两分钟来到, 留住 一架 先生, 你怎么了? 你找不到你叫滑车? 你这么大就不走? 你喝很多酒吗? 大叔…快点 快救人, 我…我的朋友 你… 最早你回来, 下班了, 还不换衣服?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事?看你的样子 不是你出事 不是我有事, 你答应我 我告诉你, 你要冷静点 不是, 你是谁出事? 出事过是阿爹 醫生, 他的伤势如何? 检查过, 只不过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外 谢谢 谢谢 不要緊 那那个酒精测试那里有什么? 根据报告显示 你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 是六十五微黑 超过法例定名所限制的二十二微黑 接近三倍 Dave, 我再问你一次 你究竟有没有驾车? 为什么你朋友喝得这么醉 你还给他驾车? 我也喝得啤啤枯了, Sir Dave总是说要驾车 我怎么能够驾车? 俊男, Dave, 怎么了? 没事吧? Dave擦伤了一点点 医生和他包紧好了, 去里面 我有位去看看, 谢谢 好 谢谢 瑤瑤 妈咪 Dave, 怎么了?医生说你没事吗? 瑤瑤, 是不是跟他出去了? 谢谢, 波姐 为什么喝得这么醉还要驾车? 我没有, 妈咪 没有?超标 你知道醉酒驾车有多危险嗎? 就算他没事, 每一分钟都要坐牢 为什么你这么不听话 都要跟我作对? 没有, 妈咪, 你看我选择 你这个臭小子 我今天不打死你, 跟你没玩鞋 先生, 冷静点, 别生气 冷静?我打死他就冷静了 我宜得一把捅死他, 放手 打, 打死我 我落地一定告诉阿花 你怎么拿去拿 有找你死鬼女孩来带我吗? 他做什么都对, 我就是蔡米 如果阿花在这里 他一定不会像你这样 吻也不吻就打我 更加不像你这样 連自己的儿子也不相信 是呀, 我有喝酒 但是这车不是我开的 我知道, 就算我说什么 都不会相信我这个臭小子 你有证据就躲死我, 长官 长官, 我不可落了后宫 他说他虽然喝醉酒 但他清楚记得自己没有开车 自己是个臭小子 罵他两句走开 連家也不回家也不知死去哪儿 Dave大了, 他会想的 你不需要担心 其实你也是的 你都面文清楚就把他拔掉 他这么大的人, 那招没面子 你知道吗?他罵不听我才生气 在他手里只有他死的老爸 他只是担心他, 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当他爸爸的好人 你说他爸爸是什么? 没错 Dave, 回来了? Dave 看到了, 当我死的 年轻人 你下一个大方就没事了 如果Dave明天要回警局 落雲詳細的口供 你现在两只拿火星撞地球 不如让我请半天教我陪他 不用陪他? 自己做错是为自己面对 就算真的坐牢也值得他 Dave我看着大 他本质不坏 只是有点反叛 你信不信也好 我就觉得他没说谎 你喜欢吧, 总之我不会理你那臭小子 你去便宜吧 要说的我昨晚都说了 为什么还要回去再錄一次? 要是昨晚跟你去初步口供 照例你要再錄一次? 你说没有做过的? 我相信你的 你不用怕, 你只要说就行了 为什么你这么相信我? 我从小看到你大, 我当然相信你 之前我这么渴望你, 对不起 傻子, 是朋友的 什么?不用说话 你当时喝得这么醉 你肯定车不是你开的? 是, 虽然我是醉了 但我上车的时候我还有意识 我明明记得我偶然之后 Alphys他就拿回车子 之后他就扶了我去司机位 隔壁城后位坐, 就开车了 那会不会是中途 他给你了一辆车? 我一上车的时候已经醉到睡着了 到我真的完全醒了的时候 已经发觉自己睡在医院那里 但你朋友的口供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只是开了一辆车一阵 但因为太醉 他想跟你一起搭的士 但你死也不肯 于是你就跳上了司机位置 自己开了一辆车 然后就撞了车 是你害到他受伤 是你炒了一辆车 不可能他冤枉我 手醉三分繩 阿Date做过, 他一定会贏的 撞车那一刻, 你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我睡一睡 文维胡感觉 车好像不知撞了什么 只要我整个人一搓 很大力地抛向前面 我记得那时候 幸好我摸安全带 那条安全带捏着我 我们刚才没有撞到前面 隔了一会儿 有个人帮我解了一条安全带 他还扶了我下车 只要我真的不记得了 那你记不记得 你是在哪一边被人拉下车? 好像在左边 左边? 那就是司机或在旁边 司机就不是阿Date 瑤瑤, 医院的详细验相报告 刚刚拿回来 谢谢 验相报告证明了你没撒谎 就是昨晚我留意到你的肩膀 有一条红印了 我在怀疑会不会是撞击之后 你被安全带错了 现在证明了 是 而你那位朋友 那条红印刚刚相反 在右边肩膀 右边? 司机的安全带就是右边拉下来的 那就是证据角度了 你朋友的走星含量超标 比你失利了很多倍 我想是因为他怕自己负上刑事的责任 所以撞了车之后 特意拉你下车 放到司机的旁边 制造你是司机的假象 想握全世界 这位Albert真是任意 你到他这么好, 他也是你 他刻意被假口供妨碍司法公正 他的罪名分分重過罪假 是 你爹, 吃了薄薯嗎? 你还可以, 你看看这汤是不是 好了 好, 薄薯, 你回來了 你在那裡搞什麼? 你爹知道你做事辛苦 特意做一頓好东西去吃 媽媽 Dave, 我同事搖搖說了 上次我打錯你、怪錯你 對不起 兩個人哪有隔夜仇 不用說對不起這麼嚴重 Dave, 沒事了 如果要說對不起, 應該是我 我現在才知道Albert常常當我傻子 想找我笨 幸好你沒借錢給我 否則凍過水 那就當一場教訓, 翌日 戴眼熄人, 知道嗎? 乖 Dave, 有焦了嗎? 你看媽媽, 等一會, 很快吃 怎麼樣? 不要說兒子不疼你 他知道你做事辛苦 特意要做一頓好東西吃 還有, 他知道你喜歡吃新鮮熱辣的麵包 說要特意學來做給你吃 謝謝你, 阿君 你這麼相信Dave 我做媽媽的也不及你 別說他壞事 坐好, 很快有東西吃 媽媽, 喝茶 謝謝你 你好 你好, 怎麼這麼巧 你怎麼這麼巧?還是不是這麼巧 你是特意來做我的嗎? 沒有, 我這麼巧都在附近做一些採訪 就職員過來看看能不能碰到你 說話給你聽 總編答應了 可以快點幫你們交通景 做個專題訪問 上次你答應了我的事 不知道你記得嗎? 我記得 但我明天才回去E&C 我今天回來純粹去收拾東西 我明天幫你問頭 說話給你聽 不要緊, 我以前曾經有投考過警隊 不過因為體能那部分 我無法通過 所以我一向都很想幫警隊做更多事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你們的部門 我明白的 不過你也要多給我一點時間 你放心, 我不是催你 總之公事上和私事上 你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 我等你電話 再見 再見 喂 在哪裡 回來認識我 聽說 警方及強募署等公公務官 請調查事領起一 接下來是下一宗新聞 早前被警方拘捕 有賊王之稱的槍擊重犯洪番 將會在今個月26日 在高等法院進行第一堂聆訊 洪番將會被控以殺人、磁蟹行劫 非法持有大量無牌槍鞋等多項罪名 來吧 回來啦 我真是服你 這個時候還天天去追求女兒 真厲害 我跟你說過很多次 我不是追求女兒 兩日子, 今個月26日 接下來剩下的時間不多 要想一下下部怎麼做 對 你們也沒用了吧 我一刀砍死他 幫大哥報仇 殺他多麼容易? 本來上次我埋他身 就是想一槍堆壞 你是誰?幹嘛跟著我? 什麼事?小姐 肥皂, 你先放手 我是記者, 我給他證明看看 很痛苦, 你先放手 你喜歡殺他就殺他 他現在這麼相信我 留他在我身邊, 怎麼也會有用 那個蟑螂妹有什麼用? 你吸到吸到瘋了 總之我不管 不是, 他害得大家入賊 我敢嚇唬他 放心吧 總之我救了大哥出來 我第一個打架他 會心 終於回來醫療師開工了 是不是很開心? 是啊, 女士 我最初還以為我 以後都不能回來醫療師 傻瓜 你是女槍神 我們怎麼捨得不要你呢? 好 好 功夫妹, 時間了 還這麼智癢? 其實衣服不夠直 腰部也挺不直 你任由她吧, 女士 今天是賭Sir第一天宵假回來 功夫妹當然想撿得更好 不想破壞她在賭Sir心中的形象 當然 你以為她的印象這麼容易建立回來嗎 賭Sir也是今天回來嗎? 沒人告訴你嗎? 本月二十六日之假期將取消? Madam 我想問問 為什麼我們今個月二十六日 所有休假都取消? 你沒看新聞嗎? 你有份抓那個賊王洪番 那天上庭嘛 我有 那與我們Ian有什麼事? 洪番是重犯 上頭就怕押信的過程之中 會出什麼意外 所以就要我們Ian幫忙 凡有大人物出巡或押重犯 都會動用到我們Ian的 你走了一陣子, 你不記得了嗎? 不是, 我記得 不過我不明白 為什麼全世界都要準備好 連其他隊伍的人都要 洪番還有很多同黨在途 上頭就擔心有人結犯 所以就這麼大的陣仗 話說回來 全隊伍人一起出動這麼大龍鳳 真的很久沒試過, 想起也興奮 為什麼會興奮? 可能有人結犯 我興奮不是因為有沒有人結犯 你想想, 幾天人一起 整隊斜隊一字地排 你可以幻想一下畫面 多有台形 簡直是萬人景仰, 型到爆 真是挺型 你不要弄壞小子 對不起, 先生 先生 我們這些新人 是不是到時候都可以去? 你下星期有個射擊檢查 你合格了再說吧 我怕你不通過 到時候連槍也拿不回來 又要回報案室, 呂槍神 你不是說要交琴嗎?你不上來 你剛好起來 我看有空檔就上來陪你 順便管制你吃什麼 幸好讓我看到 不要吃鴨、毒、多吃點菜 Vaby, 這邊, 過來說 走吧 我稍後過來 杜Sir 你看你過來陪杜Sir吃飯嗎? 是的 杜Sir, 我看見你沒事上班 我的心舒服很多 你的腳… 你那邊的同事好像叫你 那我不妨礙你們了 小孩怎麼這麼合作? 客人, 客人是女人專利 男女沒得出聲 人家兩公火撐桌子 別這麼不通氣 我只是去設置他 不要緊, 先坐下 我去買東西吃 你怎麼會來呢? 你好, 女士, 又是我 你怎麼進來的? 貝貝, 你的朋友 真的不能說 剛才我一個人在樓下搬不完東西 他一個人搬不完東西 幫我的手搬上來 謝謝你 做人來快樂之本, 不用客氣 陸先生是嗎? 隨便叫他吃, 我的 先謝謝你 我先做事 你先 會找賢哥帶你進來 你也挺有辦法 我們做記者的 一定會認識幾招顧一下 不知道我這一招對你來說 有沒有用 反正我也來了 我陪你吃午餐 不知道你是否介意 好, 先吃飯 元哥… 那個人是什麼人? 貝貝貝的朋友, 挺好人的 有型有型, 還挺男人 是不是在追貝心? 那倒不知道, 是吧 追女生追上餐廳 這傢伙挺後勤的 我說簡直是離譜 你看他的樣子壞 看他的樣子不是好人 他是記者, 你現在的樣子壞 通常吃骨頭葡萄是酸的 對, 吃不到葡萄不要緊 吃著叉燒先 叉燒就叉燒, 來 吃你了 叉燒 老婆皮, 你就好一點 很多人皮 謝謝 原來有人在追他 很年輕, 怎麼不奇怪 吃完了, 我們兩張桌邊 有點沒空 背心 坐這裡, 我們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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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其實你搞這麼多事 都是回了編訪問 我也不想的 總編執出了我多次 等等 對, 今晚七點至八點是正確的 謝謝, 再見 我猜到了, 是警察俱樂部打電話 你快點要練槍 那你也知道 上次不是在那裡撞到你 我推理你是不是很合理 你也挺細心的 而且推理能力極高 做記者一定要細心才能刮到尿 所以你看我 我也是一個很合理的記者 你這麼勤力練槍 對槍械很有興趣 不, 不過下星期有個射擊試 但是如果我失敗的話 接下來的行動就沒有我的份 什麼行動這麼重要? 對不起, 信任不能說 信任不能說 好, 讓我自己猜猜 接下來有什麼大件事發生呢? 這個月二十六號 塔皇紅番會出庭 你的行動跟這件案有關, 是嗎? 都說信任不能說 你的樣子已經告訴我答案了 不過算了, 當我沒問過 吃東西好嗎? 那我幫你吧, 好嗎? 謝謝 謝謝 說明天堂的事我就不問了 至於訪問… 都說了, 我們只是剛回來一會 再過幾天吧, 我幫你問我休息了 謝謝 阿仁, 幫忙吧 過了, 英姐真的會發瘋 你幹什麼? 讓我回去吧 找不到女兒, 弄成了婆媽老土的事 那女兒遲些有機會押送大哥 值得投資在她身上 如果那女兒真的這麼重要 我待會兒給二十個女兒做事 不用了, 識女兒除了有錢之外 最重要是有此理 長官 又是你嗎?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我會幫你跟上司說過 你要不要追得我這麼緊 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今天的身分不是記者 而是你的好朋友 因為我有份禮物, 很想送給你 我們的警務人員 是不收得這麼榮貴的禮物的 你查查再說吧 今天吃午餐的時候 我看到你連一瓶茄汁都沒力開 我就在想, 你身為警務人員 萬一如果真的要開槍的話 後座力會很大, 很靠你的手腕力 所以我就打算送這個握力器給你 讓你可以練習你的手力 讓你可以通過測試 怎麼你說得這麼專業 像槍械專家一樣? 我就說過, 我以前也是… 你以前也考過警察, 是嗎? 我記得 你收了它吧 這份禮物一點都不明貴 不過有件事你要答應我 萬一如果你真的通過了 你要第一個告訴我 第一, 第一, 我會告訴我爸爸 第二, 我會告訴我媽媽 你?第三 第三, 即是貴君也好 不過我真的不可以收你這份禮物 為什麼? 你做這麼多事都是為了一篇訪問 我真的不可以答應你什麼 你放心吧 我已經跟總編輯說了 不會做這篇訪問 為什麼? 我不希望你因為我這件事而分心 我很希望你可以專心練習 考試成功 是不是每個人當記者都像你這樣? 好嗎? 這樣吧 如果我通過的話 我就請你吃飯, 好嗎? 好 好, 全叔 你叫他收一些照片給我看看 讓我們再看看是否進入那批貨 有人打算不當神槍手 轉為劍美小姐 什麼? 你知道我接下來有個射擊訊 那豈不是有個朋友送了這件事給我 叫我練習我的手腕來 拿槍也拿得穩一點 朋友? 各位帥哥記者是嗎? 為什麼你會知道? 他追你追到入警局 整個環頭都知道了, 我會收不到封嗎? 打算什麼時候 帶他來給我這位家長見一下 評一下分 我當他是朋友 見什麼家長? 真的? 是什麼花?挺漂亮的 海棠, 我也覺得挺漂亮 所以我打算進入一些入花店買 但是這麼漂亮應該挺貴, 是嗎? 難怪用幾百元買一束花 只能擺幾天 下次如果有一個人想送花給人 你可以介紹他來我花店 最多我留一盆漂亮的海棠給他 給他一個折子 就算了 看什麼?幹什麼? 司馬Sir散散散散散嗎? 司馬Sir一向最討論電腦打字 當然了, 但是他這幾天躲在房間 就這樣打… 你說是不是騎個猴子玩雜耍? 恭喜你, 他終於自己打報告 當然不是, 他的報告都是我打的 究竟他在這裡打的什麼呢? 我知道為什麼 Dr. Ho和趙公子 好像今天在希臘道舉行婚禮 新娘結婚了, 新郎不勝 我想司馬Sir傷心得疏了 我覺得不是 不是話頭, 人家雙宿雙妻 他就形單隻影, 想想一邊也不奇怪 主動約他吃飯? 上次已經夠了 這麼沒台形的事我不會做 是, 上次約下屬吃飯很平常 那又怎麼樣? 我就是不喜歡約他吃飯 最多不是一個人在家吃麵 你先…你別閉嘴 你再不閉嘴, 我就丟到街上 有龍交通意外調查組 是我嗎? 什麼事? 我們之間有些事還未說清楚 今晚我有時間 不如坐下吃飯一邊吃一邊談, 好嗎? 瑤瑤, 剛剛收到電話 TAPR跟你一起去 先做事, 慢點再說 快點再說, 聽不聽得到? 電台邀請28 虎山報往超零三方向 太子雲酒街近白陽街 有單TAPI 大量車輛阻式交通 請到現場處理 快點了 差不多下班了 出去巡遊一下 然後一起下班一起吃飯也很正常 一如這樣說 前面灰色私家車 請立即慢洗停在那邊 你會當時發生什麼事? 我剛才準備開走的車的時候 他突然接了過來, 我都不知道… 車牌C26741, 灰色私家車 立即慢洗停在那邊 29均數… 付出路剛剛發生車禍 有位在現場調查的AI手足 懷疑被汽車高速撞到 我現在正在追擊更多車輛 請附近的手足作出支援, Over AI手足? 瑤瑤 被嚇死了 哪個字 被嚇死… 拜託 你 不然 被而言 被譯 被嚇死 雖然 被何者 瑤瑤, 瑤瑤 瑤瑤 芝麻Sir, 芝麻Sir 你還站著?快點找人來幫忙 這只剩下香 芝麻Sir, 我剛剛想跟你說 那個垃圾箱撞過來的時候 剛剛卡住在救命三角的位置 瑤瑤躲起來就沒事 瑤瑤, 只剩下香, 拔不出來 只是一香, 你不用這麼緊張吧? 瑤瑤, 送給單身的Jason PS, 他叫Janet 阿姨, 阿姨 現在連Jason你也有女朋友了 你看看你…笑得多開心,你看看你的樣子 來吧 司馬Sir 怎麼又這麼壞? 剛才童童跟我說 你昨晚上演了一幕 永久心上人 真是感人肺虎,賺人熱淚 是呀,那你想不想職場看一場 路打八卦工?值回票價 喜歡人就喜歡人,不用這麼吵 我還以為你和多偷開閃閃 整個人失常 原來你暗戀搖搖 Avan是昨晚差點遇到 搖搖的車子的登記資料 我猜司馬Sir 你也很想知道車主是誰 剛才龍 lambda 再來 鵪翻,有人要見你 丸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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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Sir 我好像不認識你們 你怎麼這麼好心去探望我? 我是交通意外調查了警長楊明 這位是我上司, 施馬Sir 昨天下午六點鐘左右 有一輛私家車涉嫌瘋狂駕駛 還差點碰到我們一位夥計 我們想你協助調查 你們有沒有搞錯? 瘋狂的好像是你們 我還在這裡讀人格 涉嫌瘋狂駕駛的私家車 車主登記是你, 就是說你是車主 那又怎麼樣? 我們想你提供資料 證實一下當時駕駛的司機 究竟是誰? 我的車早就被人偷了 我不知道那個司機是誰 被人偷了? 我們查過, 根本就沒有你的布室記錄 你們是廢查, 就算是布室 就只剩下那輛車 反正那輛車又不值什麼錢 就當好給別人 但現在有人拿了你的車來犯案 那你就抓人了 你不是打算入賣我的錢嗎? 我真的無所謂 難道我在這裡, 都坐下十幾樓了 好, 謝謝 剛剛這個電話證實了 車上只有你和你老婆超英的指紋 那就是說, 開車貨是她 車是我的 那就是我老婆的指紋 有什麼好奇呢? 你總是說司機是她 你這麼說, 我也沒辦法 你有本事的, 就怪他出來挫死她 不過那些廢柴, 找到你再說吧 你知道我是誰不重要嗎? 最重要的是 我司馬賢查這件案子 你? 不可能 我真的很害怕, 你嚇人了 我沒心情去招呼這個廢柴 我要回房間睡覺 你這個紅毛班真的很囂張 預料了 不過現在可以證實的 開車的那個肯定是他老婆 不過不只單眼影想嫁無關 開車的那個原來是單眼英 難怪他拿到武龍 單眼英明明是通緝犯 他現在突然在店裡 事情一定不簡單 為什麼不簡單呢? 我還沒想到 司馬Sir, 你頭腦最清醒了 我覺得這件事有兩大的疑點 第一, 單眼英的出現不會是偶然 一定有他的原因 第二, 直覺告訴我 這件事一定是跟紅番有關 我們看漏了點東西 直覺?會不會結束了點? 不會, 直覺是經驗累積回來的 我也相信單眼英不會默默然出現 這次我贊成司馬Sir的說法 司馬Sir是你的救命恩人 他現在說地球是荒的, 你也說是 你不是在質疑我嗎? 不是, 我怎麼敢 司馬Sir你的分析能力和破案能力 認全局第二, 也沒人敢認第一 我怎麼說質疑你? 長頭操? 對了, 要司馬Sir找你AI, 浪費了 什麼?你們不知道 司馬Sir以前做過重案嗎? 是嗎? 重案嗎? Sir, 為什麼你會調過來? 原因只有兩個 第一, 我覺得留在AI這裡做事 很有挑戰性 第二, 如果要我留在重案工作的話 我覺得對其他夥計很不公平 那到底怎麼樣? 因為司馬Sir在重案那三年 每年的破案率都高達九成 令其他夥計相迎見鑄 影響了他們晉升的機會 再加上司馬Sir盡浪的外表 經常令那些師姐分心 令他們的工作能力下降 情況還有愈來愈惡劣的趨勢 好了, 這個事實再說下去 對, 我會嬌慕的 這些所謂的事實是他跟我講的 還沒驚證實 是… 你們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不在乎 不過反正都是吹 不如你吹到破案率100%吧 笨蛋 其實我真的有幾宗案件還沒破 其中有一宗懸案 我到現在還在追查 還沒找到一個真相 是嗎?是什麼懸案? 就是這宗案, 在四年前一個雷電交交的晚上 有一個滿身鮮的男人 他跑到警署自首 他說自己殺了人 還很殘忍地把屍體肢解斬件 把一個人斬幾百件 幾百件? 正確來說是三百二十六件 幾乎接骨肉碎 但是犯人已經自首了 也不算是一宗懸案 因為我們一直找不到屍體 根本沒辦法將它定罪 後來我們還證實了這個人是有妄想症 他到現在還住在精神病院 那會不會他根本沒有殺人? 憑他的語氣、表情 還有, 他衣服上的鮮血 是屬於其他人的DNA 所以我們很相信他沒有說謊 他一定是一個變態殺手 這宗案件是我人生唯一毫無頭緒的願望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重案組 但是我仍然放不下 這宗案件是我當時親手幫這個變態 殺手錄的口供 擔心殺人死, 輸血不殺人 人人去殺人, 殺人不打風 落雨歸家去, 歸家飲鮮藥 見人分身家, 出獄鮮血腥 他在說什麼? 他應該在告訴我他在想什麼 他為什麼要殺人? 殺人之後把屍體埋在哪裡? 可惜他說的話實在太軟了 到現在還沒有人拆解 遙遙, 你是不是想幫我?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拿回去看看 我一有時間就拿回去研究 遙遙,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破島 這宗案件是我人生中 最念念不忘的懸案 你們… 那邊太殺手真是傻的 說話也沒意思, 怎麼拆? 遙遙, 司馬Sir也拆不住 我們這種凡夫族旨, 怎麼拆? 你把心死掉吧 是你才跟他瘋的 好, 我們來吧 一种人无人能击破 若眼光向前齐集同一方 遥遥路途亦不须怕夜寒 进月退也要一起附和 在阵里缺乏哪个也不可 为星如何冲破 一个人如何能创破 余迪会醉变成河 万人都不须怕夜寒